8月27日农历8月初一晚上6点 老大公庙举行关刊门的仪式 由今年主谱黄姓中庆会 如主黄大明和市长林又昌 以及议长蔡旺连和立委蔡适应 一起关上刊门 象征来阴间接受朴师一个月的 老大公和好兄弟们都必须回到阴间 而为期一个月的中元季活动 也圆满落幕 明年即将交接给 郭姓中庆会来主谱 我们希望各位对他的诚意 奉进 相信老大公 本来是感受得到 希望今天观看 会要保护我们 既然市民平安健康 保护最后要求 老天要开展夏天 我们希望有点水 希望老大公 听到我们的误会 感谢好兄弟 也感谢我们所有特性中心中长 大家团结在一起 为了基隆来祈福 为了台湾来祈福 所以才能够这么顺利和平安 那在这边呢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参与活动的所有知识人员 我想因为大家的澄清跟诚意 也一定可以让台湾来祈福 也一定可以让台湾国家平安 然后让风调雨顺 基隆市的市政参与 再次感谢军会 不辞心地来传承我们这个文化的祭祀 祭祀 蔡旺年在这里 感谢 在感谢 也希望老大公 老兄弟也收到我们黄金中 让我们去为等等所有知识的这一顿生意 来保佑基隆市民平安 我们市运昌隆 未来继续来努力 因为明年是郭庆全版 那我已经承诺郭庆说 我也会秉持着支持皇室中心会一样 来支持郭庆中心会 逐步一棒接一棒 作为全国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 选拼到第一棒 让我们所有骄傲的基隆 把它发扬大光大 明年主谱的郭姓中心会 也希望好好筹划明年的中元季活动 办得和黄姓中心会一样 圆满平安顺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